韩国流行音乐K-POP的魅力真的是无法当 纽约甚至出现了一个仿韩流的南韩团体 而且他们成员全期一色都是西方人 他们利用着韩风的编曲还有编舞 推出了迷你专辑 非常的大受欢迎 虽然现在已经小有知名度了 但是你想得到吗 他们背后推手居然是三位非专业的亚洲小女生 分别是南韩台湾还有日本人 成功复制了K-POP的偶像公式 虽然说引发大家的关注 但也被认为是抄袭的批评声浪 随着来 夸张的妆法 显眼的服装配上亚洲脸孔 这是典型的K-POP 不过这个新团体什么条件都符合 就是脸孔换上西方人 这个K-POP团体没有一个是韩国人 帅气的外表 舞蹈编排都是韩风 他们的制作人来自三个平均年龄 27岁的亚洲小女生 当初想要做一个男孩团体 来自台湾的少荣千 韩裔的金保罗 以及日裔的黑田果林 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忙之下 这个团体推出歌曲 MV连练舞影片都寻韩国 Big Band模式 用黑白画面来拍摄 他们也会到校园去做巡演 近距离接触观众 And just like these artists who inspire us We aspire to create great music Though this project has recently seen some controversy in the K-POP fan world We're hoping to continue moving forward ESP的YouTube频道 吸引了将近五万人次观看 这场实验性的男孩团体 引发主流媒体关注报道 不过有些K-POP粉丝不能接受 认为是抄袭 制作团队当初确实参考许多K-POP团体 找出其中的精髓 利用偶像公式 就算换了种族面孔 还是成功的制造出欧巴的魅力 记者综合报道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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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